剛剛我們利用範本的方式來快速看到 但是其實說真的有時候做動畫 你如果直接用範本 除非他安排得很好 不然有時候你要改 老實說有點不好改 因為每個人的習慣不同 所以呢 我們現在呢 就從頭用新的 全新的方式 我就不要靠用範本了 哪裡有全新的方式 你看上面這裡 各位 各位 我絕對不會跟你介紹這種方法 不要說我看不起他 是因為 你如果用這種方式 你就用範本做就好 不要再隔靴搔癢 對不對 所以你如果要拿範本進來 我是不鼓勵啦 那我們就直接從新的 來這邊做一下 好按一下 這樣有開始害怕了嗎 感覺起來好像不知道從何下手對不對 沒有關係 你先看一下這裡 這裡有場景 你左手邊這邊 左上角這裡 有沒有一個新的場景 你從這個地方 來按一下 你就會發現 因為原來他幫我們都準備好 有沒有很多 有動態的場景 有現代的外景 有內景 有自然的 有沒有都好了 這樣有沒有比較不害怕的 所以根據你的主題 看你要的是什麼樣的一個情境 他裡面其實 我覺得他好處就是像這樣 他已經幫你 準備好很多場景 所以如果我們今天是在這個 好 這個是哪裡 教室的 好 用這個 點一下 你有沒有不小心就一個 接著你應該知道怎麼做的吧 找個人出來嗎 還是你要找什麼 人物當你的代表 好 那我們免費的呢 你就至少可以用到這邊 總共八個 如果你有付費的 就另外 比如說你要找這位 白禮 好我們找到他之後 那你可以先 這裡揮手再見 不用了 應該還好 揮揮手有沒有 不一定是再見 大小 自己調整一下 點到他 調整一下 好那你要講什麼 畫 再找右手邊 可以畫直接出來也可以 也可以用這些 圖示對不對 按一下 框框 馬上就出來了 說話的內容 你要直接從這邊打進去也可以 比如說我這邊 這樣子 不過我剛剛發現我們裡面沒有什麼太多事情 所以 沒什麼好選的 主要就那幾個而已 好你看一下 你要哪一個 你可以 在這邊把他拉出來 也可以 有沒有發現我這樣就有這個字體了 對不對 那 這個多出來了 多出來的 就是這個 他就是塗層了 你點到他有一個下面這裡 有沒有垃圾桶 有一個垃圾桶你可以把它刪掉 都有多出來的 好 那我看一下 這個 示範的就是他 好你看我點到他 你可以看到 這個字體為什麼剛剛他稍微比較慢 因為 他幫我下載字體 下載字體 如果說你的 沒有 像我們裡面 目前 字體是比較有限的 主要就這幾個 但是你稍微留意一下 有用過focus guide的應該就知道 在這邊 有綠色勾勾的 代表什麼 這個字體已經OK的 你電腦可以正常使用 如果有問號的 表示這個字體 雖然你電腦有 但是他還沒載到這個軟體面 所以你第一次用的時候會 像剛剛那樣有一個 Loading的動作 那麼Loading時間長短就跟你的字體大小會有關係 會有關係 所以 假設有這樣OK的 這裡 我就把它稍微編輯一下好了 歡迎光臨 那個字體沒有好吧 我就換標準的 我們這裡面 還有那個黑體 我記得有一個四元黑體 四元黑體有 我們的那個繁體中文 正體中文 各位知道什麼是四元黑體吧 現在那個Google跟那個誰 Adobe還有好像微軟吧 他們一起共同制定的就是 一套免費的 資源就是那種 所謂多國語言的 多國語言的 好如果你用好了就OK囉 點到他 我就可以拉上來 那大小當然你可以自己調整一下 這樣子就OK了 那你可以Play一下喔 先Play看看 先Play一下 看看你要的場景 你看 一開始 這個場景這樣 進來 有沒有 像這樣 那如果你這個場景你覺得 我想要 調整一下 我們先拉過來 你先Play一下 我們現在 這樣就可以先看到了 對不對 你就照這樣一直一直 下去而已 所以 第一個好了歡迎光臨完了 你就可以再增加 第2個第3個 新增第2個場景 那 另外呢這邊也有一個他比較特殊的叫做鏡頭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個叫鏡頭 時間走這邊 什麼叫鏡頭 像Flash裡面他就少這種東西 有點類似攝影機 可是呢你看我增加一個 好 我就 用預設的鏡頭 這裡 點兩下 你可以來這邊 改變一下什麼 你可以看到的這些角度 就是拉近跟拉遠 我把它稍微拉近一點 這樣 好 你看一下喔 我們一開始在這邊對不對 到這裡 有沒有拉近 不要忘記 因為這是像樣的 所以放大縮小會不會是針 不會 這樣知道什麼叫鏡頭了吧 所以你可以有遠景 中景 跟什麼 特寫近景都可以 有點像我們在攝影那種概念 我就直接拉近 當然除非你放點證圖進來 點證圖的話可能就要看 你的解析度夠不夠 所以我可以像這樣就進來 那如果你希望 我打了 剛剛有一個歡迎光臨之後 那個字 在這裡 有沒有 這裡有歡迎光臨 不要馬上就出現 我們在下面這邊 你看喔 每一個 物件都是一個塗層 對不對 每個物件都是一個塗層 所以 前面有沒有發現 前面跟後面好像有東西 這個就是所謂的轉場 轉場 你們在PowerPoint的時候有沒有用過 用PowerPoint做動畫 進來要怎麼 做轉場然後每個物件怎麼出現 是不是也可以設定 跟那個概念是一樣的喔 所以你看我們在這裡 登登 點兩下 好 你就可以來這邊選你要怎麼出現 你是要這樣出現 你滑過去他馬上就給你看喔 有沒有 這樣出現 像這個比較明顯 我先用這個 好確定 所以我回頭 反類一下 要不要歡迎光臨就好了 這樣有簡單嗎 簡單喔 要不要順便 把它唸出來 動畫 除了背景音樂也要偶爾要唸一下嘛 你可以自己配音是一種方法 但是呢 你看這邊 這裡這裡 這個字 歡迎光臨 對不對 你可以在這邊加上 這裡有一個叫字幕的功能 字幕 不過一般的我們是字幕是他固定在 影片的下方 我們剛剛那種是標題字就是你可以自由移動的 好可以自由移動可是這個字幕是移在下方的喔 我這邊的 我給你看一下 錄音 語音合成 這個 我們先用這個 語音合成 我們來試看看 因為這套軟體跟別的軟體不一樣 在這裡 各位之前我不知道有沒有 跟各位介紹過 我有寫一個 兩篇文章 因為現在各位的打字速度 請問是快還是慢 看起來應該都很快 所以 打 即使打得再快 打9也會累對不對 所以現在有沒有很多 都語音輸入的 有啊 對啊 那這個 如果你的 準備好了 假設我歡迎光臨 這樣 好 那麼你就可以選擇 你要請誰來講 有沒有 你的 配音助理把你準備好了 那這個其實他的這個來自哪裡 訓飛這個科大訓飛這個就是我們有一個 以前有 不知道有沒有同學 不過我介紹 就是有個訓飛語音輸入 就來自那邊的 來自那邊的 所以如果你要普通話 小朋友的 我們先試聽一下 歡迎光臨 還是你要 這個叫做 女生的 歡迎光臨 這樣可以嗎 如果你不想自己配音的話 其實因為有些時候我們做動畫需要這樣的動作對不對 比如說不同角色啦 那你又找不到人啦 你就讓他自己翻譯一下 所以其實這裡面有些還不錯 如果你要這個叫廣東話的 可以啦 那你就可以把你的語音放進去 那這樣子呢 你就可以把他應用進來 那這樣子呢 內容溢出 應該時間不夠 這樣你應該知道我的意思吧 對不對 你可以像這樣子 你要建立新的場景 有沒有覺得 好像沒有那麼害怕的 因為剩下的 有點像各位在做簡報那種感覺 所以要把你要表達的表達出來 比如說你要出現什麼文字 要出現什麼 那中間的這些動畫的過程 你就可以拿我們這裡的 右手邊這邊的 好 他有提供 剛剛講的角色啦 也好 或者文字 他事實上還有蠻多其他的 其他的角色這裡還有 這裡有flash的角色 一樣是會動的 好 一樣是會動的 你就可以把他 拿出來 拿出來放在這個裡面 像這樣子的話 你在這邊 比如說你這個做完了 那 好了之後你想要 第二個 你就再來建一個新的 好 我們看一下 室內的講完了 換自然環境的 好 我們就帶到戶外去 這樣簡單吧 對不對 當然如果 裡面的不夠了怎麼辦 你有沒有想過 不夠了 塗戶啊 塗戶啊 對吧 有沒有一樣可以放進來 那你進來 一樣的 你第一次進來他會稍微比較小一點 可是你稍微動一下時間走 有沒有他就自動撐開了 就自動撐開了 所以 他現在就是這個撥完了 就會撥這個 那 我順便把字幕的部分加進來給各位看一下 因為我們剛剛用的是 直接標題字 可是呢字幕其實也是很好用喔 你看下面 這個部分首先第一個 字幕的部分你要按一下這裡 先把它打開 好 先把它打開 因為預設 你們的這個應該是沒有開才對 有開嗎 你們的預設有開嗎 我印象中是沒有開 時間走下面 時間走下面 預設沒有開對不對 所以你要按一下 這個字幕 字幕才會看得到 但是呢字幕跟我們剛剛標題有一點點不一樣 標題是你可以自由的移動放在這個地方 那字幕但是他永遠都出現在哪裡 最下面 都出現在這個最下面 所以 像我現在字幕有的 我就來這邊 有沒有發現這裡有個加號 每一個圖層都是獨立的 每一個圖層都是獨立的 所以你要打字幕你就來這邊加 你就把你要的 字幕的那種 要弄出來的 像我剛剛在這邊 我找那種 比較一般的 像這樣 好我就把我要唸 要出現的把它放進來 那你可以先試看看我先保存一下 哇這樣太長 對不對 點兩下 再重新進來 好我到這邊就好了 這樣差不多 差不多的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點兩下你有增加就點兩下 那麼這裡 你就play一下吧跟剛剛一樣 糟糕 月語還沒換成國語 會不要我來配置 普通話 所以唸英文還是比較差一點 對不對 中文應該還好 中文應該還好 那我就先把這個拿掉好了 OK 如果你確定了 你這樣放進去 有沒有發現他就自動 擺在這個地方 對不對 那 你想要有語音出來 就是告訴他 你想要怎麼樣 同步語音 有看到嗎 就在這個地方 我把它勾起來 他會自動幫我們把那個錄影檔產生出來 應該說語音檔 語音檔會自動產生出來 好 你看產生出來了 在下面這邊 可是現在這兩個字幕跟這個是沒有對到 所以你自己要稍微調整一下 這邊 拉過來 拉過去 因為你這麼長嘛 對不對 好現在呢 我們再排隊一下 我們再排隊一下 現在提供九種旨有色塊 沒有裁具的在本項案 這樣 有沒有問題 沒有的對不對 對啊 其實我覺得在這一塊 是他跟其他軟體 這種雲端的比較不一樣的 因為雲端的大多數比較專注在什麼 製作動畫 他在這種所謂配音的部分就沒有像他 有提供這麼方便的 因為有些時候確實我們有需要 因為有的人就不喜歡自己的聲音曝光啊 那你就乾脆直接用語音的 好就語音的 也還不錯啦 只是 中文比較OK 英文就真的比較虛擬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